接下来带您关心是加州失业率的问题 加州就业发展局近日公布了 加州在2月份失业率下降到了8% 并且新增工作岗位有58,800个 那么这些数据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经济是否真的有所好转呢 我们来看看新岛记者刘如前的报道 湾区财经专家林修荣指出 消费占美国经济的70% 人民若是失业自然不会去消费 使得经济低迷 相反 若失业率下降 商业和经济就会复苏 失业率下降对湾区经济是个好兆头 那么小商业是否感受到生意好转呢 通常每年3月4月份的话 那个睡觉嘛 听说我们会稍微没有这么热闹的话 现在就好一些 比往年好像这个段时间 那个生意比较好 可能经济会一些会好一些 特别是地产方面 这段时间听说我们卖房子的东西 很多经济在我们附近吃东西嘛 他们也谈到 所以可能经济会有点复苏 那个会上涨一些 可能收费会多一点 失业率市值正在努力寻找工作人士 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是衡量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除了影响消费水平外 还会直接与美国政府的财政税收挂钩 特别是所得税 明天我会继续带大家讨论这一指标 敬请关注 新岛记者刘如谦报道 新岛记者刘如谦报道